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作诗歌的老师 她是曾宇兰 如果你熟悉校园团期的话 你一定会认识她 你也在里面听过许许多多 她创作的非常棒的诗歌 每一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 而且到后来甚至于很多的教会 甚至于知名的艺人 都再度的翻唱传唱 很棒很棒的诗歌 今天先介绍给你这一首 我们来听 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同行 忧伤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魂发软弱中 有一次恩 我就得康强 尽风暴 熬过黑夜 独切抹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望向前 愿我所心路征 愿我所离近 愿我所离近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的恩典 愿我所离近 功夫定是你 你恬身路征 都不在乎进 自己 dude上 在乎上 直到云上 大雨 是你同心 忧伤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困乏软弱中 有你慈恩 我就得刚强 今风暴好过黑夜 渡前抹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心如尽 愿我所你继续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彼岸殿 痕迹 今风暴好过黑夜 渡前抹月阳海 有一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心如尽 愿我所你继续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彼岸殿 痕迹 好 老师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你的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当初是怎么创作的 我之前是在校园福音团契服饰 然后我们在服饰的时候 常常就是要为学生办营会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大小小不同的服饰 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压力蛮大的 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做好多的事情 就人家说的校长肩壮重 对 然后 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对 然后那一段时间呢 我的好朋友不是结婚啦 就去念神学院 你那时候是单身吗 对 我是单身 所以我那时候常会觉得说 我要是结婚的话 我要是有个伴侣的话 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孤单 觉得那么的无助 那结果后来也很奇妙的 在营会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弟兄 那营会结束之后 那个弟兄就是有对我表示 好感 对 我就觉得说 这祷告也太快了吧 对 这个弟兄也的确蛮吸引我的 OK 就是也是想说是认真的交往的那种 对 但是我就是祷告神 因为我们两个道路不太一样 我是一个全职 我要全职传道 他还不是 虽然说他也愿意支持我 可是我觉得未来太难说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的祷告不是 所以我就 真的啊 你就拒绝 就是交往的可能性都把它断掉了 对 OK 但是呢 虽然拒绝他 可是 还是会想啊 对 还是会想念他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 如果他现在在我的身边的话 当我很孤单的时候呢 他可以听我说话 或者是 当我肚子饿 没有时间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 帮帮忙啊 对 就贴心的一些小事情小动作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常想 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 上帝啊 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有多好 一年后上帝让我有机会跟他见面了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会醒过来了 就是 其实我在那一年里面 我没有交往 可是我常是在跟自己谈恋爱 跟想像 想像当中的他谈恋爱 但其实那不是真实的他 对 然后上帝那时候就跟我说 孩子你一直很希望有一个人 他可以陪在你身边 当你孤单的时候陪伴你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可以帮你舒缓 那神就告诉我说 孩子我一直在你的心里 我从来没有离开你 你从来不孤单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释怀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上帝我的人生有没有另外一种解释 我应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的单身 反而是因为那样的压力 然后我深刻的体会到神与我同行 我就更真实的经历 就是神的同在 哇 我想真的 听众朋友以后 就是再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就更有那个 就会更提醒大家 真的就是神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都没有察觉 我们都在这世界上去找 对不对 是 但其他就在你心里 对 OK 曾老师 那我们想了解 就是最早收录在有情天 的专辑里面 然后呢 就找来了我们很熟悉的 袁培华老师吉他伴奏 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 我的诗歌呢 写出去之后 学生他们就会去 就会在教会里面唱 那有一次呢 陈毅豪牧师 他在新竹圣地堂讲道的时候 刚好青少年团契 就献这一首诗歌 那陈毅豪牧师他 挺喜欢这首诗歌的 那是他第一次听到 对对对 他就跟我联系 然后希望说 我可以把诗歌给有情天 我那时候觉得 好荣幸喔 怎么会有那么好的 有情天欸 对 怎么那么好的事情临到 所以我都 就是让他们编曲制作 所以我根本也不晓得说 他们找谁编曲 找谁演唱 我完全不晓得 是他们 他们就是跟你 要了这个版权 然后他们去制作 对 然后呢 当我收到CD的时候 哇我一听到 哇是那个什么吉他 跟那个大提琴啊 哇 还有就是 还加了大提琴 好美喔 对而且是 跟你原来创作的想象很不一样 我觉得编曲就像化妆一样 人化完妆就不一样 编曲就有精神 然后呢就更美了 然后 对 就更完整了 对而且 那个圆培华老师他的歌声 就让我觉得 哇我就觉得好感动 那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 很棒耶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在跟这个 曾经兰老师的对谈当中 你就会感受到他 就是到现在都还一直保有那种童真 我觉得也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就是一直接触小朋友 对对对 对对 然后你也真的就是很单纯 然后你也很单一的跟随神 不管说你已经创作那么多 那么有名 然后那么多人一起传唱的诗歌 但你仍然是那么的朴实 很棒 谢谢你 我们很开心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首诗歌 那当然呢 在为你唱新歌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像这样子 很棒的背后的故事 其实无非就是希望你们借由这些诗歌 能够得到安慰也好 得到鼓励也好 甚至于呢 能够从这些创作者他们背后的故事 得到一些力量 让你持续的往前行 当然最重要的别忘了 主永远与我们同行 愿我所信母亲 愿我所离 记忆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看见 这个战兰 看一下 故事 似乎 谢谢观看